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在 第七課的最後一個部分 要講的 還是形狀 讓我們先複習一下 上次我們教過的字首跟字根 還記得嗎 Crooked Looped 就是不是很整齊的 歪歪扭扭的 或者是像這樣子圈圈的 是用 Ankle A N C Y L 或者是 A N K Y L Scolio S-C-O-L-I-O 這三個字首 還記得Scoliosis嗎 脊椎側彎 然後呢 這個 短棍狀的 專業字首呢 有三個 B-A-C-I-L-L B-A-C-T-R-Vector 還有R-H-A-B-D 這三個字首 代表現狀的 String Chord 現狀的呢 有三個字首 一個是C-H-O-R-D-O 一個是F-I-L 一個是M-I-T 接著呢 我們就要來看今天的字 今天的字呢 第一個我們要看的是呢 纖維狀的 纖維狀的 Fiber Fibrous material 就是纖維狀的東西 要用什麼樣的專業字首來代表呢 兩個 一個是Fibro F-I-B-R-O Fibroblast 這個細胞株呢 其實是很有名的 在實驗室裡面呢 常會用到 NIH 3T3的 細胞 Fibroblast 就是 B-L-A-S-T 指的是 就是 還是這種 還沒有分化完成 還沒有分化完成的細胞 就用 B-L-A-S-T Fibroblast 中文常常翻成 纖維母細胞 纖維母細胞呢 通常都還可以再分化成 軟骨母細胞 Condroblast 膠原母細胞 Collagenblast Collagenoblast 還有呢 骨母細胞 Osteoblast 只要有B-L-A-S-T 就代表說 它還沒有分化完全 還可以再分化 那就是Fibroblast 那另外呢 I-N-O 我們舉的例子是 Inocondritis Inocondritis是什麼呢 C-H-O-N-D-R-O 是軟骨 跟軟骨有關的 然後我們前面呢 曾經講過呢 ITIS 是發炎 所以呢 然後Inocondro 又是什麼 Inocondro是纖維 所以這是什麼 纖維軟骨炎 Inocondritis 纖維軟骨炎 纖維軟骨呢 在這邊秀出來的這個地方呢 是所謂的 齒骨聯合 然後呢 齒骨聯合這邊呢 有很多這個纖維軟骨 那纖維軟骨 不過呢 纖維軟骨並不是只有在齒骨聯合 有 椎間盤 半月板 還有這個 涅下和關節呢 的纖維環都可以找到纖維軟骨 那如果纖維軟骨發炎的話呢 就是Inocondritis 纖維軟骨 我們再溫習一下 這個纖維 纖維狀的物質呢 我們用兩個專業字熟 Fibro Fibro 跟Inno Inno 接著呢 鞭子狀的東西呢 像鞭子一樣的東西 這個呢 叫 FLAGELL 就是用這個字熟 那我們舉的例子呢 是FLAGELLUM FLAGELLUM呢 就是鞭毛 就是鞭毛 像這個 很多細菌都有鞭毛 然後呢 細菌的鞭毛呢 大致上可以分成這四型 A B C D A型呢 就是只有一根鞭毛的 只有一根鞭毛呢 單數就叫做FLAGELLUM 然後呢 像BCD都有超過一根鞭毛的時候呢 就叫做FLAGELLUM 就是負數 FLAGELLUM 超過一根的就是FLAGELLUM 那你看呢 有這種就是只有一端有鞭毛 但是有好幾根的 然後也有兩端各有一根的 然後也有呢 全身都是鞭毛的 有鞭毛的細菌呢 也分成這麼多形 接著呢 我們來看 Berry D1 好像那個就是 Berry就是像那個莓果形的 莓果形的不完全是正圓形 有可能是橢圓形 那個 用什麼樣的專業� cray手來代表呢 用COCCCO COCCO COCCO 劉我們舉的例子是Cocobacterium 就是呢 那個 那个莓果就是细菌形成那种看起来会让你想到莓果的那个样子 像呢 这个这边 就是有一个分类就是像 如果只是如果是 圆球或者是 橢圆 比较偏圆的呢如果是单颗一颗一颗叫做Coccus 那如果是两颗呢叫做Diplococcus 还记得吗我们前面有读过DIPLO是 两个的对不对 然后如果形成葡萄状的我们底下也会看到 就是 Staphylococcus 这是葡萄状的 然后如果这个球状的细菌 连成一条长线的叫做Straptococcus 然后呢 另外还有四颗的叫做Tetra 有没有觉得 看到那个4啊我们之前上过的数目字4 TETRA 然后八颗的 这些呢是这个 Sascina 这个呢是这个就是 球菌 球菌的那个 球菌的这个arrangement 就会 让它的这个名字有所不同 那所有的这些呢都叫做Cocobacteria 就是球菌 单球菌 双球菌 链球菌 葡萄球菌 等等这些 那接着呢我们来看的呢就是用来形容了葡萄的形状的 用什么呢 用Staphylo S T A P H Y L O 用来形容呢就是构成像葡萄这样一串的 那我们举的就是Staphylococcus 葡萄球菌 Staphylococcus Staphylococcus呢就是葡萄球菌 就是呢 它会 一堆这样挤在一起看着就好像一串一串的葡萄这样 Staphylococcus Staphylococcus 接着呢我们讲的是用来表示 环状的 或者是 有个循环的 环状的有个循环的 用什么样的专业字熟呢 有三个 一个是CYCL 一个是GYR 然后呢一个是ORB 那GYR呢通常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一个例子 通常呢 那个 不见得表示一定是环状的 但是是有个 有个 那个圆弧的这样子 好那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 我们来看举的例子 第一个呢就是 CYC 就是呢像比方说 柠檬酸循环 C3S Cycle 那就是一个循环 这个就是柠檬酸循环 从这个 从这个 OAA 跟这个乙希腐酸循环 然后产生柠檬酸开始 然后就这样子 走一圈以后又回到OAA 那GYR呢 我们举的例子是 Gyran Cephala Gyran Cephala 是什么呢 我们刚刚提到 GYR这个字熟呢 有时候不见得是圆形 它可能是圆弧状 它常常用来形容脑回 这边秀的这个呢 是星星的脑 事实上不是所有的动物 的大脑都有脑回 灵长类的脑才有脑回 因为灵长类的脑发育的比较多 所以如果不形成皱褶的话 挤不下那么多的脑组织 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的 这个脑回 那事实上没有脑回 也是一种遗传疾病 那有脑回的生物呢 像这个大猩猩 那个人员 然后我们人 就叫做Gyran Cephala 这个 还记得吗 这个En Cephala 这个 Cephala 是 那个 是头 然后En 在头的里面 所以就是脑 Gyran Cephala 就是呢 那个 有 有脑回的生物 有脑回的生物 Orb 我们举的例子是Orbit Orbit是什么呢 像比方说 行星呢 就会绕着轨道走 这叫做Orbit 我们像这个是 九大 太阳系的九大行星 中间这个是太阳 然后呢 从上面看过去的时候 是这样 然后呢 从侧面看过去的时候是这样 你会看到说呢 有些行星 它并不跟大家在同一个平面上跑 不过呢 每一个大致上还说不是椭圆的 就是圆的 那这样叫做一个Orbit 我们复买一下 我们复习一下 代表这个 环状的 那个圈圈啊 环状的 三个字首 CYCL GYR 跟Orb 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呢 用来表示 Disk 就是呢 圆形 然后扁扁的东西呢 要用什么样的专业字首呢 有两个 都是念作Disco 有没有想到Disk 这个Disco 或者是Disko 我们来看举个例子 Disectomy Disectomy 指的是呢 追尖盘 所谓的 这个Ectomy 是切掉 切掉而且拿走 那个 这个字 字根 是Ectomy 指的就是切除 所以呢 Disectomy 把 什么 什么碟子 切除了 指的是 椎间盘切除 像有的 长骨刺啊 那个长骨刺呢 就是椎间盘的软骨突出 然后去压迫到神经 所以会很不舒服 那这个 椎间 这样子呢 如果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 就只好 动这个Disectomy 就是呢 那个 把这个椎间盘切除 当然椎间盘切除有很多问题 因为呢 原本我们可以这样子 站直 弯腰 左歪 右歪 是因为我们的 这个脊椎骨中间呢 有这个椎间盘这个软骨 让我们呢 活动可以有弹性 然后呢 一旦这个 一旦这个 椎间盘切掉以后呢 这一节 这两节之间就失去了弹性 因为事实上接下来要把它固定 然后就失去了弹性 动作就会变得不灵活 但是呢 那个 实在没办法之后也只好切掉 所以刚刚老师说呢 通常是 就是椎间盘突突啊 痛到受不了的时候就只好 这个 做这个disactment 然后 我们再复习一下 disco 或者是diskl 指的都是呢 圆盘状的东西 这一刻 这一部分我们最后一个要讲的呢 的专业字首是角度 代表角度的专业字首 是什么呢 Gony Gony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Gonyometer Gonyometer 是什么呢 Meter呢 是测量 测量东西的物品 测量 角度 我们刚刚说 Gony 是角度 测量角度的东西是什么呢 测量脚器 Gonyometer Gonyometer 就是量脚器 那不只是数学需要用量脚器 其实医学也会需要用量脚器 像呢 量这个比方说这个手肘 手肘弯过来 看你可以弯到什么样的脚地 等等的一些 那个 也会使用这个Gonyometer 我们最后来复习一下今天教了什么 第一个呢 我们学会了 用来表示纤维或者是纤维状的物质呢 可以用两个专业字首 一个是Fibro 一个是Inno Fibro 跟Inno 然后用来表示鞭子状的 这个鞭子形状的物质呢 我们用FLAGEL 然后 还记得吗 一根鞭毛是什么 Flagellum 两根鞭毛呢 Flagellum 莓果状的东西 我们用什么样的专业字首来代表呢 COCCO 然后 一串葡萄状的东西呢 用Staphylococcus 葡萄球菌 然后用来表示环状的或者是有循环的东西呢 我们用 CYCL GYR 跟ORB 还记得我们是什么吗 我们是Gyrencephala 然后呢 用来表示圆盘状的东西的专业字首是 Disk Disco Disco 跟Disko 然后用来表示角度 的专业字首是 Gony Gony Gonyameter 两脚器 那我们呢 今天的课程到这边结束 下次回来呢 我们会介绍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跟形状相关的 Until next time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